憧憬疫情及社交限制漸见曙光,二手市场气氛回暖,个别买家加快入市步伐。据知,有曾居于黄埔区的旧街坊回归,并选中黄埔二手移民盘,适逢业主放售已久,至近期减价促销,成交更跌穿千万关口。 黄埔移民盘跌穿千万美联物业因勒伦表示,该行刚入黄埔花园五期一个552尺毫装移民盘,原业主放盘于一年减价于200万元,以838万元成交,2017年货转首升值于两成。 代理称,江城交的黄埔花园五期二座顶层户,实用面积约为552尺,建筑面积约637尺,两房间格,并附设豪华装修,黄埔花园原业主于去年初已约1050万元放盘。 但市况变化,加上属移民盘,而且单位未能电梯直达,故愿意减价,并获层住黄埔区的买家随清。 由于买家易看好沙中线效应,故看楼三天即拍板以838万元入市。 折合实用尺价约为15181元。 建筑尺价约为13155元。 据了解,原业主于2017年3月以690万元购入。 时次转手账面获利148万元。 升值约21%。 据美联物业分行统计。 过去周末,十大南丑屋苑合共录得约20宗买卖成交。 虽按照减少约23.1%。 仍连续四星期企稳20宗水平。 至于按十五大屋苑计算。 侧陆得约26宗成交。 按周亦减约25.7%。 美联物业住宅部行政总裁,港澳,布小明表示。 疫情缓和。 不少早前采取观望心态的准买家。 积极物色深水单位。 二手市场显著回暖。 加上受惠案揭放宽。 千万元住宅交投弹起。 不少笋盘被吸納。 市旺价升格局下。 部分业主调整叫价。 以价空间少见收窄。 他指出。 随着防疫措施有望本月底放宽。 发展商重启推盘部署。 一旦全新大盘登场。 细将整体楼市气氛推升。 预期累积多时购买力将进一步释放。 按美联物业十大屋苑中国区指标屋苑刚过去周末成交量分布统计。 港岛区三个指标屋苑包括太古城。 康宜花园及海宇半岛周末六约四宗成交。 较上周末升百分之三十三点三。 而九龙区四个指标屋苑包括丽港城。 黄埔花园。 新都城及美孚新村陆德约八宗。 按周减少约百分之四十二点九。 至于新界区三个指标屋苑包括影湾园。 沙田第一城及江湖山庄则六得约八宗成交。 按周减少一宗。 与此同时。 中原地产黎景南表示。 最近大市回稳。 买家纷纷回流市场密盘入市。 分行新近速城南天海岸一座中层D室成交。 实用面积805平方尺。 三房间隔。 在海景。 据了解。 业主买楼移民。 今年2月以1050万元放盘。 最终以1070万元沽出。 教开价高1.9%。 折合实用尺价13292元。 不过相比对上一宗同类成交1130万元平60万元或5%。 代理表示。 代理表示。 买家为同屋院租客。 以适应屋院的居住环境。 决定购入安乐窩。 原业主则于2002年12月以约295万元买入单位。 辞购于19年转售。 账面获利775万元。 升值2.6倍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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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